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情况下很多人是直接不吃早餐的 但是长期不吃早餐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好像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很多人即便吃早餐也是吃得非常敷衍 这样同样对身体健康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而有些早餐吃了之后不仅对身体没有好处 反而还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早餐是一日三餐中最重要的一餐 所以我们的早餐不仅要吃饱 更要吃好 还要选择对的食物 被列入黑名单的六种早餐 鸡蛋也上榜 尽量少吃一 隔夜饭我们一般晚上吃得比较丰盛 有时候晚上做的菜吃不完 很多人为了早上节省时间就直接把昨天晚上剩下的饭热一下再吃 这样非常方便能节省不少的时间 但是隔夜的饭菜是非常不适合带吃的 因为剩饭放久了会产生一些重金属和亚香酸盐 而且还会滋生细菌 这些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二 油条在我国北方 大部分居民都有早上吃豆浆 油条的习惯 这在人们看来已经成了一种标配 总体来说 豆浆的营养价值还是比较丰富的 长期喝对人体健康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 但是油条的好处就很少很少了 因为油条属于高热量食物 而且是经过油炸的 经常吃油炸的食物 会导致脂肪和热量摄入超标 还会影响肠胃消化 小摊上卖的炸油条 卫生问题也非常让人担忧 如果经常吃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健康 所以早上尽量不要吃油条 三 牛奶面包 牛奶面包是不少人早餐的主要食物 这样的搭配虽然很方便 但却不是很健康 早上是人体最需要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食物 而牛奶和面包虽然含有一定的蛋白质 但是却不能给人体补充充分的营养和维生素 尤其是面包 添加了很多糖分和添加剂 经常在早上吃面包的话 会容易引起血糖升高 无法给人体提供足够的能量 四 水煎包 水煎包也是中国的传统早餐之一 味道非常的美味 但是水煎包当中所含有的油脂含量 真的是非常的高 如果每天早上都吃的话会造成肥胖 与此同时水煎包也会加重肠胃的消化负担 从而不利于肠胃的健康 所以说偶尔吃个一次两次倒也无所谓 但是经常吃的话就不好了 5.零食代替早餐 很多上班族不想早上起来做饭 就会在超市买一些零食放在家中 备处饿了的时候可以当早饭吃 但是这些零食含有的热量都是比较高的 经常吃的话对身体不好 尤其是想要减肥的人群更要注意 而零食中含有的水分也是比较少的 人体在早上本就处于半脱水的状态 长期食用的话会让人体体质下降 不利于身体健康 6.糖心鸡蛋 鸡蛋的营养价值本来是非常丰富的 含有很多优质蛋白 所以每天早上吃一个水煮鸡蛋 可以为人体提供一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和能量 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 但是很多老一辈的人都有早上吃糖心鸡蛋的习惯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鸡蛋口感比较好 由于蛋黄没有完全熟透 所以老人们认为可能会保留一些鸡蛋中的营养物质 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因为糖心鸡蛋中会有一些细菌和病毒没有被消灭干净 经常食用的话会引起肠胃功能紊乱 不利于肠道健康 早餐是非常重要的一顿饭 我们要认真对待 无论在繁忙也要好好去吃早饭 当然了在选择上也要非常注意 以上六种食物尽量少吃 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 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新闻频道 祝大家一天平安 开心 别忘了点关注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新闻报道 感谢大家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